大家好,我是Chiu 這一盤Tati Beauty的眼影盤 現在疫情期間也算是比較有時間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呢我今天畫了一個這樣子我覺得比較歐美的 然後眼線比較濃的 加上他們家最厲害的大亮片 我覺得是沒有任何一個眼影盤可以取代的 然後影片的最後呢我會跟大家分享說 這一盤眼影盤我覺得誰適合買誰不適合買 所以你們可以捂好錢包省錢了 那你明有些人也可以趕快入手 現在呢因為之前他們都已經不貨了 現在應該都是買得到的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話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呢一樣就是用這樣子的小小的散粉刷 我今天想走一個沉穩滋性的路線 然後煙燻咖啡色 我就不會選這些太七彩的顏色 OK那我想選一個這個咖啡色 那就算我們選咖啡色也是要有一個眼窩色嘛 不能用這個顏色這顏色太深了 那只能這兩個顏色黑色跟咖啡色 是我非常喜歡的眼線色非常濃 但是呢我們應該要先畫一個淺一點的眼窩色 選這個 一樣從眼尾這個地方開始暈染 找到你眉骨這個地方 重筆下在這裡然後再往前戴 其實我在用它的時候 它給我的感覺 嗯 顯色度非常高 就是這種歐美眼影盤 然後以它的價位呢我覺得它真的是可以媲美 Nata Shady Nona 但是唯一的差別是 Nata Shady Nona是比較貴的 它真的讓我覺得比較 嗯 絲滑一點 就是如果硬要比它們兩個要挑出缺點的話 它們兩個淺色度是一樣的 但是Nata Shady Nona呢 給你更那種滑順 有一種 嗯 油質的那種感覺 當你放在眼睛上的時候 就算是霧面色 都會讓你覺得非常的 Smooth 就是非常的 嗯 很好的暈染 這個的很好暈染 是那種乾的很好暈染 但是Nata Shady Nona的 是那種濕潤的很好暈染 所以粉質是更細的那種 細到像感覺像蜜粉 你這樣用蜜粉的powder去 去暈染眼影這樣 所以我覺得價位擺在那裡 所以 嗯 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然後會到眼凹前面一點 就像我之前的視頻有 稍微提到這樣 所以這樣子一個眼窩色就有了 我真的非常喜歡它這一盤霧面色的表現 它暈染的真的非常好 非常的均勻 不會讓你覺得有一些 你知道劣質的 開架的彩妝品 暈上去的時候 還會因為你眼褶 可能這邊有點皺褶 然後那邊有點卡 然後有個地方畫不到 還白白留白這樣子 所以我對它的霧面色評價 真的非常高 我覺得霧面色真的是非常好 好啦接下來我們用這一個 那種珠光色 就是比較普通的珠光色 說實在它的眼影盤顯色度都非常好 可是呢 這邊的珠光色 就是除了顯色度好以外 沒有讓我覺得太驚豔的 就是一般歐美盤可以達到的效果 然後我們選這個珠光色 好啦那下眼皮的話 我想選用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顏色 蜜桃棕 就是也是金色棕色色系的 稍微帶一點橘的這個蜜桃棕 畫我們的下眼影 先放在眼中的位置 然後左右 好啦現在這個顏色是比較粉粉嫩嫩淡淡的 如果你喜歡淡妝的人啊 我可能會做一點眼尾的暈染 然後畫一點線紙就可以了 你喜歡淡妝 那如果你想要濃妝的話 你繼續跟我繼續走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選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很特別 它裡面是有帶一點珠光的 細緻的 然後 在上這個顏色的時候 一定要 輕輕的暗上去 把那個顏色亮片給黏上去 不要用刷子這樣掃 我現在是先用刷子 先掃出來一個底色 然後我等一下會用手指再按下去 千萬不要就把它糊掉了 很多人在用這盤的時候就說 我非常不喜歡這一行 其實這一行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它做得非常的 你不能跟 可能不能跟Tonford去比 但是呢 它的那個構思有達到 就是它想要做的那個感覺 我了解它想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 你用手指去畫它的時候 哇 真的是一條很濕潤很美的 這樣的眼影色 不是讓你用刷子去上的 你如果用刷子去上的話 你左右揮一下那個亮粉 全部都會掉到你的臉頰上 不是這樣 你要用手指去按上去 把那個 像一閃一閃的小星星 這樣黏在你眼皮上 這樣的效果 好 我先稍微這樣子按一下 我只是想打一個底色 知道等一下我手指頭在哪裡 然後給自己一個眼尾一個 比較 嗯 虛 比較虛的一個 這個界線 OK 這樣就看得出來是有一點點 影子了 然後我會用剩下的一點魚粉啊 按一下眼頭 好這樣子 眼窩 跟眼頭 這深邃度就做出來了 魚粉掃一下下眼影 後半段部分就好 閒記一下我們剛剛蜜桃色的下眼影 好啦 這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小技巧 就是我每一次兩隻眼睛畫好的時候 我會拿著鏡子看一下 最後呢 用我這個刷子上的魚粉 最後這個魚粉一般都是在做最後這個 顏尾加深輪廓這個顏色 所以是深色的 但是它的魚粉 所以不是那麼濃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稍微擦一下 有點像暈染一下邊界 讓它跟皮膚更好的融合 最重要的是改一下它的 shape 改一下它的形狀 就是有的時候我們可能眼睛一邊大一邊小 一邊高一邊低 一邊窄一邊寬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稍微調一下 比如說我的眼尾我是想要往下一點的 那這時候你這個形狀 你是不是也要往下一點 你就不能太一直往上跳 比如說像我覺得我這隻眼睛啊 右眼是比較 往上的 對你們來說 鏡頭看應該是你們的左眼 就是左邊這邊這個眼睛 我覺得它眼睛啊 長的是比較往上 但我這邊就是一般的平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不能再一直往上畫了 那在人家看我的時候就覺得 欸你這片眼睛是平 這片眼睛是往上的 嗯 畫光不是整形 我們只能做到稍微的修飾 而且我完全百分之百的對稱 也不是最好看的臉 其實網路上有很多 這樣子的說明 就是說 啊好啦我們眉毛都畫了完全對稱 眼睛完全對稱 我們都用電腦Photoshop 把它弄成一模一樣 就發現這個人長得像ET一樣 所以就是 不是最好看的 對稱不是最好 我們只要找到一個平衡就好了 在我們盡可能的情況下 讓它找到一個平衡 OK 所以我會把這個 眼睛右眼呢 稍微 後眼尾的地方稍微比較寬一點 讓它就是往下垂一點 不要這麼的飄 不要這麼飛這樣的眼睛 那我這隻眼睛 因為它是比較平的嘛 我覺得它比較平 那我就會把它往上 那往上畫的話 上面我就會再暈染 稍微高一點點 就是比它自己眼型高一點 那下面眼尾的地方 我把它擦掉一點 不要畫得這麼寬 這麼垂 所以 在視覺上 你自己再看一下 稍微把這個 邊框啊 弄得比較均衡一點 眼型 是均衡一點的眼型 這樣 有的時候我們就想要 趕快把那個亮片 灑一灑 然後夾一睫毛就走了 可是真的還是要有耐心一點 我們再用這個暈染刷 把周圍的地方 稍微再做一下 暈染 輕輕的 把它給暈乾淨一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上了亮粉之後 如果你再做這個動作的話 你可能會不小心把亮粉 掃下來 所以在換亮粉之前 我們一定要確定現在臉上是一個 幾乎可以 眼睛可以完妝的一個狀態 我們再去拍這個亮粉 打臉頭非常好 這盤裡面這個顏色 在這一盤裡面啊 有幾個顏色 是我非常常用的 就是我如果沒有 用這一盤眼影盤 我用別盤眼影盤 我也常借這一盤顏色來畫 就是不可取代的這幾個顏色 最重要的是這兩個顏色 這個黑 跟這個深咖啡 這兩個顏色跟眼線色一樣 你就算畫霧面的話 它也是非常實的一條線 當你如果噴了像這種的水 不管什麼水都可以這種噴霧的話 再去濕的去刷子去沾它的話 哇 跟眼線一樣實 就是非常好用 然後我基本都用它們去戴眼線了 嗯 然後再來呢就是這個 剛剛我用的這個珠光色打眼頭的 它非常亮 然後非常弱軟 所以我有時候用別的眼影盤 我想要去沾那麼非常亮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個去上 我想要用深咖啡色的涼片 那就用這一個吧 嗯 我們今天就是咖啡色 然後我身體也穿一個 咖啡色的色系的 指甲也是全身都是 所以我就用一個深咖啡色的打亮 像亮粉的說千萬不要就是 很大氣的就是塗一大堆 然後直接鋪 我們要少量多次的去按 哇好美喔 這顏色真的好好看喔 我有一陣子沒用這一盤了 但真的好看 就畫在中間 然後我的今天是這種大亮片啊 你畫在中間可以偏前面眼頭多一點 但是不要蓋到我們剛剛畫那個 眼尾暈染做漸層的地方 不然就白畫了嘛 就蓋過去了 但你可以往前你眼頭 稍微多靠一點點 這樣子 可以往前稍微多靠 最重要的是中間那個球 眼珠的那個球 要畫到 嗯我很喜歡這顏色 這顏色太好看了 因為這顏色的亮片它是有底色的 就是那種 古銅金棕的這個底色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它這個亮片大的裡面 還有一點點小小的紅亮片 所以是古銅棕 配一點點小小紅亮片 你近看的話這顏色我覺得非常好看 它七彩的其實 它還有一點綠欸 有一點綠 有一點白 有一點黃 有一點紅 這樣子的古銅棕色 有一點看它就是古銅棕啦 其實 近看才會看到它的美妙 出去玩然後配這樣子我覺得很好看 你們就可以選 如果出去玩的話 比較春天色的衣服的話 可以選這個 跑紅的 還有橘的 我覺得很好看 其實喜歡歐美妝的人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條 這個藍色 雖然不是非常常畫 但這顏色非常特別 你只要畫人家就知道說 這個人化妝技巧很好 這樣子的一個顏色 我真的少量多次的幹 而且喔 這一段我完全沒有剪接 你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我自己檢查一下喔 真的不誇張 我臉上一顆亮粉都沒有掉 一顆都沒有掉 我之前有的時候它會掉下來 可是根本沒有幾顆 可能就一兩顆 刷子一掃就沒有 就不是那種大的 掉了滿地都是那種 如果你們看過我之前的視頻 你們會發現 有一些粉 就是有亮粉的那種 或者是軟糯的那種 我都會給你們看 我不會就是剪接掉這樣 因為我覺得那個很重要 可是這個 完全你們看我手指上 手指上留一點底色而已 如果你逛街逛一整天 你這樣回到家之後 它還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好 假裝盛大 然後濃重的眼影 但其實超簡單 超持久 好啦 基本上這個眼影就這樣子 這我們要換眼線對不對 我本來是有準備 黑色的眼線一筆 想要給你們 就這樣畫 但是我現在突然改變主意了 我想要用這個裡面的眼線色 來證明說 這個有多誇張顯色 一點水 本來應該是咖啡色更好看 但是其實我想要用黑色 去壓住這個咖啡色 它真的超顯色 它真的超顯色 有多濃 多黑 然後最後 拉長一點 因為今天是想要畫個 比較濃一點的妝嘛 配合 因為這樣的亮片 你想要畫得非常淡 是比較難的 它本身的珠光是那種 超級大的珠光 好啦 那我今天眼影畫得比較誇張 比較粗一點 反正我今天是用眼影刷這樣子畫 所以寬細度你可以自己調整 就是比較濃重的這種歐美妝嘛 想要把眼影的這個氣勢給壓下來 不要說眼影都是亮粉 然後你眼線畫細細的是真的不搭 今天就算畫一個比較濃重一點 這樣子的感覺 是可以帶一副假睫毛的 但是我這個人不喜歡帶假睫毛 我喜歡 呃 其實帶假睫毛出去真的一天很不舒服 我還是就夾一夾睫毛 而且現在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畫的妝就給你們示範一下 我並沒有要出門 今天不畫假睫毛的話 我們睫毛可以畫得很濃一點 這樣眼妝就畫好啦 那我們趕快來修個容 今天這個妝很適合修容 如果你們問我歐美開架 彩妝品推一樣 我一定推這個 大牌的有些都贏不了它 很多都贏不了它 不過你們想看比較細節的 我今天大概修一下 想看比較細節的修容的話 可以翻我前面那一支影片 那支影片好像真的很多人很喜歡 就是可能我講的步驟是比較詳細的 怎麼樣修容 那我今天是大概快速的 快速的修一下 這個bronzer不是拿來打鼻影的 一定要用灰接一點的這樣子的顏色 今天呢打亮我要選一個比較亮的 因為是比較歐美嘛 選這個benefit 我有這個benefit的小盤 裡面的這個打亮色cookie 我很喜歡這個打亮色 因為非常亮 是不是瞬間就亮起來了 好啦然後因為今天是歐美妝嘛 我想要選一個比較 怎麼講 比較歐美一點的唇蜜 我不想要畫一個紅色的 我想要畫一個比較歐美的裸唇這樣子 Fenty Beauty的這個 它是一個比較裸色調的這樣子 沒有任何顏色的 我還蠻喜歡這個 因為它味道好聞 然後你畫任何的口紅 它都可以疊加上去 最主要的是 它這個刷頭非常大 所以你在上的時候簡直是一個享受 所以像你看歐美人他們嘴唇都喜歡 那種嘟嘟的厚厚那種嘴唇 他們自己的嘴唇也是比較豐滿的 他們就很適合用這種刷頭上 啊我忘了畫腮紅 那今天因為眼妝已經亮粉太涼了 所以我腮紅用一個稍微紅一點的這個 因為是歐美妝嘛 但是呢粉非常細的這麼一個顏色 然後我選擇打斜上一點的 那我今天腮紅會畫的稍微紅一點 就是比我平常紅一點 因為我自己覺得啊 如果你今天眼妝是比較濃的 然後你一定是裸唇嘛 除非你想要眼妝很濃 然後又要紅唇 這個時候你腮紅一定要幾乎就不畫 或者是那種裸色的 幾乎咖啡色的腮紅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歐美妝 然後你要淡裸唇的話 腮紅一定要畫才有氣色 今天這個妝大家覺得怎麼樣 適合我嗎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你們覺得之前的妝比較好看 今天這樣是太歐美太濃了 那我自己覺得特別的時候 如果你出去玩啊 然後想要比較歐美一點 然後比較濃一點 然後有這樣子亮粉的感覺的時候 我覺得特別好 好啦今天的妝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盤眼影盤呢 我覺得適合什麼樣的人 跟不適合什麼樣的人 我自己一開始想要分享的時候 我最想講就是這個點 最適合的人呢 就是你喜歡畫日常妝 但是你喜歡 開始 想要開始玩顏色了 所以你 呃 需要一個比較粉質好的歐美妝 歐美盤 那這一盤非常適合你 因為呢 你又可以日常 日常的話 前面三個 霧面的色 都可以日常 然後 這個是帶一點珠光 你稍微用手指抹 上睫毛膏就可以出門 然後這個呢 就是最日常的那種斷光的珠光色了 所以也是非常好看 非常淡 畫在眼睛上是非常日常的 這一個呢 就是在你全部畫日常妝 然後你有的時候想說 嗯 晚上我要出去玩了 那我要改一下妝 這個時候你手指按一按 就可以出門啦 就像我今天這樣子 就稍微按一按 你就可以從日常妝 變成晚上出去玩的妝 那我想說一下 什麼樣的人不適合這一盤眼影盤呢 就是你非常愛畫 好玩的顏色 你想要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像是 你可能喜歡Nata Shetty Nona 這種非常多顏色 你平常在眼睛上 眼皮上顏色 多半是綠的 藍的 嗯 亮紅色 鮮紅色 那會更適合你 這把的下次我會做分享 所以 記得訂閱我 下一次 下一支影片 就是分享這一盤眼影盤 這樣的人的話 這一盤可能就不適合你 然後你有那種 Steela的 大亮片的那種眼線膠 我有 但我現在找不出來 不知道在哪裡 反正就是你有那種 液態的 大亮片 可以站在眼皮上 你完全不用買這一盤 因為我相信你一定手邊 有這種 很普通的 咖啡色 很普通的 白色 白色就是很普通 然後 咖啡色 橘色 桶色 我相信你一定有了 你真的可以不用買 省點錢 我現在就在跟你講話 就是你 好了 你們現在看到這整盤眼影盤的質地 大概是這樣子的 最特別的就是這一行的珠光色 全部都是大珠光的 然後這一行呢 就是它一般的那種斷面的 融融的那種絲光的 那這一盤是最特別的 這一行可以媲美像TOM4那樣子的 畫起來有點像濕潤的 因為它裡面有小細閃在裡面 然後很建議你們一定要用手指去按壓 把它黏在臉皮上 千萬這一行 不要用刷子去上 因為會把上面的細閃 全部給掃掉 掃在你的臉上 然後最後這一盤呢 就是它的霧面色 非常濃 非常顯色 那我現在呢 挑一行給大家試色 我就不全部試了 嗯 我會先選這一行 咖啡色給大家試一下 這個燭光色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是有那種紅色的 紅色亮粉 然後現在這邊看起來好像 好像粗粗的這樣子 但我跟你們保證 它裡面膠非常黏 一天都不會掉在你臉上 然後這個斷光的 就是那種巧克力一般自然的這種斷光 日常妝都可以出門 然後再來是我最喜歡的這種顏色 這種質地 這個質地呢 你一定要用手指去按壓 反覆的疊加上 你們可以看到它稍微 有那種細閃在裡面 非常非常微妙的細閃 然後最後是這個 超級厲害的五面色 我都用這個畫眼線 看還剩這麼多 非常非常濃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希望你們喜歡 疫情期間我沒有出門 其實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影盤怎麼畫 因為我這盤影盤 我真的很驕傲的可以跟大家說 我是第一批在北美拿到的 就是頓點搶這盤影盤的人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IG上 大家歡迎去追蹤我的IG 因為我IG呢 我拿到新的影盤 或者是什麼東西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 那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拍彩妝影片 我就會在那邊先分享這樣子 OK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記得訂閱我 我是Chill 每周都會跟大家分享好玩的彩妝 下次見 掰掰